蘇拉颱風路徑往南下修之後 瑞瑞鄉文旦釉現在是進入採收期 湧現了大量採工和農用的搬運車忙碌要搶收 避免颱風造成損失 農民強調說並不是要強災搶收 而是現在就是採收季節了 加上農改廠也輔導早收技術成熟 採收下來的文旦釉品質水準還是非常好 這個末期培養幾年了 樹上採摘文旦釉往下拋 樹下堅硬的工人順勢放入桶默契十足 白鹿節氣前十天的此時此刻 瑞瑞鄉鶴鋼文旦釉正式進入採收季 搬運車採收工人以及農民要喝聲 呈現忙碌豐收的景象 不過面對蘇拉颱風的威脅 農民也加快採收速度 忙著搶收 搶災搶收的品質也令人質疑 農民則強調現在正式文旦釉採收正食 而且在花林農改廠以及農會協助推廣下 採收技術也相當成熟 因此現正採收下來的文旦又可說是上上之選 我今年是有做採收 農改廠福島的採收 我是所謂的組長 就是幫農民去做採收的一個組長 所以我們的國品已經認定到說非常非常成熟 我們才有採收 不僅是瑞穗香農會以及花林農改廠福島早收技術的協助 羅峰班長對自家文旦又的品質更是嚴格把關 深獲始終顧客的信賴 在萬物起漲的現在 羅峰的文旦又價格提高 銷售也有超過八成 在我來講的話是完全不影響 而且我的一箱還提升了三十塊 那最大原因就是國品穩定 自產自銷打自我的品牌 以往的信用以往的知名度 在銷售上我是完全不用去考慮說 我今年會不會消不完 到現在為止我的預購率已經到八成到九成了 相較於去年銷售期短 今年文旦又從白鹿採收沉水到中秋節 銷售期至少也有三週以上的時間 似乎不在壓力三大的農民 現在只期盼蘇拉颱風能高台貴手 讓他們能夠真正有個風收年 記者是日蘭最初採訪報導